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市场情况 那么在昨天是周一的时候 由于上周五的时候 受了德国银行传闻的影响 两大特大利好 使得德银在上周五的时候是暴涨12% 带动了欧美股市的上涨 那这个也同时使得在昨天的时候 澳洲的银行和金融股也出现了大幅的上涨 最终是带动大盘整体指数上涨0.6% 收负了周五的失地 最后收盘是收在了5468点 那么中国方面依然是在国庆长假中 上证指数和生成方面都没有开盘 还在放假 我们再来看一下欧美方面 昨天德国也是在放假并没有开门 而英国和法国则分别有轻微的上涨 法国涨了0.1% 英国涨了1.1% 美国三大指数变化也不是很大 下跌也都是非常之小 整体跌幅都大约是在0.3%左右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产品 黄金昨天下跌4美元 跌幅为0.3% 石油价格则继续上涨1.2% 那么在外汇方面 由于昨天英镑是正式英国首相特雷莎 正式确认了下一次退欧谈判的日期 导致英镑再一次下跌超过70个点 那么今天我们的热门话题 早中就来说一下的 就是现在银行业的下坡路 以及非美货币的目前交易机会 那最近几天我们知道 德银 德国银行的消息 几乎是占据了整个金融板块的头条 一会儿是要罚140个亿 一会儿又说只要罚54亿 现在又出来说 上次54亿的消息可能是假的 是传闻 并没有最终确认 那其实不仅仅是德意志银行 德国银行出现问题 那么欧洲方面 其他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相似的疑问 从比如说像今年四五月份 汇丰 英国的汇丰和渣打银行 大量裁员 以及到后来荷兰银行 和西班牙银行在最近几天 也是公布了超过8000人的裁员计划 那么多裁员计划就说明了 现在欧洲的商业银行的日子 都是非常的不好过 那么裁员的原因 毫无疑问就是因为业绩不好 赚的不够多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情况呢 第一就是赚的不够多 第二是因为开支太大 所以综合下来 这个净利润数字一直不好看 赚的不够多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由于现在执行的低利率 甚至于负利率政策 极大的压缩了银行的利润空间 我们知道呢 虽然这边呢 负利率这边给下来的这个利率是非常之低 也就是说银行放贷出去的贷款呢 不可能像以前一样用很高的利率 但是呢 银行自己去融资时的成本 永远不可能是付出 要不然的话呢 就无限融资了 融资肯定有成本 但是贷款出去的钱 这可能就是贷给企业 贷给其他人 贷给个人的钱 这个利率却一直被压住 使得银行的利润空间大幅的缩减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网络化 科技化正在逐步代替人工 因此很多银行再也不需要 这么多的这个网络和分行了 因此大量的人呢 现在呢都被机器或者是电脑所取代 那么这么一说呢 看似这个原因啊 并不是由于这个其他主要的经济面 或者是政策面决定 其实这说白了 我们知道了 银行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 因为银行它无非手里就是有钱嘛 所以这个国家所有的 这个比如说是各个行业 资金链转换啊 买卖进出口啊 包括了这个内部的第一第二产业的相互之间的融合啊 都靠的是钱 这个媒体啊 那么银行呢 就作为最大的一个中介啊 从银行 这个每一次转账时候抽中间的手续费啊 可以看出呢 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山大王啊 这个是此山此山是我开此路此树是我栽啊 要从此路走的话呢 要留下买路钱 每一笔钱经过银行 它都会收取一部分的费用 所以如果资金流量流动性越大啊 来往近更频繁 那么银行就赚了更多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银行不怎么赚钱 其实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啊 不论是投资也好 消费也好啊 这个资金的流动性 对比之前相比呢 有所减弱 别看印了这么多钱出去 但是真正能够动起来的钱 却没有以前多啊 那么银行呢 作为中间这个刮头皮的啊 那也刮不了很多油水 所以 现在其实银行业的衰退 说白了呢 就是说明其实 其实现在呢 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区的 整体的经济情况 或者说经济活动 没有以前频繁 那欧洲现在银行业的事件呢 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欧洲自己方面 澳洲方面呢 也同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知道澳洲的主要银行线的股价 在过去两年都是创出了 几乎是几年的最低价 那究其原因呢 毫无疑问也都是由于 这个现在是各个行业 似乎都并不好做 澳洲现在唯一拿得出手的 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呢 也是靠外资来吵起来的 其他本地产业 包括了制造业 现在已经倒了七七八八了 那么手工业或者零售业 成本非常之高 那么再来看一下 现在还有可能能够帮助到经济呢 就是服务业和旅游业 这两个产业呢 也是依靠着澳元现在的下跌趋势 吸引着大量的资金 也就是说澳洲现在大部分的经济发展呢 是靠着别人的钱 而不是自己的钱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 澳洲本地银行 它这个赚的手续费 从中刮的这个油水就少了 再加上呢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 对于国际投资房地产的这个资金 又有了大额的限制 因此又少了一块 那你说本来赚钱业务就少 现在再被停了一块 那澳洲本地银行 又怎么可能这个股价能够上得去呢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说了很多其他的金融事情和新闻 我们不妨再把目光切换到这个外汇市场本身 那有的客户呢 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交易习惯不同 有的喜欢做长线 有的喜欢做短线 那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精力有限 你不可能 这个是经常每一天把几百种产品全部看一遍 那我在上周五的时候 突然一个偶尔的机会 突然看到 现在日元和英镑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为何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现在日元的走势啊 在今年到现在已经连续三次 是达到了一百 甚至于一比一百以下 就是美元兑日元 但每一次呢 都被他成功的拉回到一百以上 所以现在来说 又一次非常接近这个一百心理关口 一旦美元兑日元跌破了一比一百 换句话说就是日元继续升值的话 那么在这个一百之下 日元至少有三至五百点的下跌空间 但是我们现在唯一担心的呢 就是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之前已经放话 如果日元无限期的上涨 那么他们将会采取一系列必要的手段 来控制日元的升值 这句话就是说 他们随时有可能动手 要不卖出日元 要不用其他方式来压低日元现在和美元的汇率 那除了日元这个三重底在一百之外 可以参考之外 另一个我们重点可以关注的 就是英镑 英镑目前的价格 是英镑历史上几乎是过去31年以来的最低价 最低价 特别呢 是今年英镑呢 又是出现一个公投 意外结果呢 使得英镑 英国要退欧 再一次出现暴跌 从1.35现在直接是跌成了 1.45跌成了1.28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英镑呢 在目前的1.28附近 已经也是连续去了三次 在过去的三个月之内 如果这个1.28守不住 那么英镑将会再一次继续下跌 而且跌幅将会继续非常大 但是我们心里也不仅要问一下 英国它虽然公投要离开欧盟 但是从它投票结束到真正离开 至少有个三五年 那么在这段时期里面 英国的经济理论上来说 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 只是大家的预期觉得可能会不行 那么在这个预期的情况之下 英镑目前的走势 已经太过超前了 太过超前了 换句话说 如果以后的英国经济数据 出来连续是比较好一些 大家很有可能会在 这个利空出境之后 就是利好 没有坏消息 就是好消息 英镑很有可能会因此 在长期来看有所反弹 但是我们投资者 依然是要非常注意的 这个英镑 在它没有反弹之前 我们切记去抄底 切记抄底 最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澳洲指数 澳洲指数在经过连续上涨之后 目前进入一个修整期 上上也上不去5500点 下也下不去5440 就在这中间60个点上下来回 所以我们的挂单 就在这60点上下 上方在5502点的价格 挂单买入 而下方则选择在 跌破了5440之后 在5430的价格挂单卖出 接着来看一下澳元 澳元从上周五开始到现在 基本也是没有太大走势 也是在过去的横盘整理 过去三个交易日 平均总体的上涨下跌 都没有超过100个点 目前也是勉强保持在了 0.7660 这个30分钟通到线之上 所以今天澳元 我们可以考虑的挂单 是在0.7698的价格 挂单买入 以及往下跌的时候 可以在0.7650的价格 挂单买出 然后今天不看油 我们来看一下英镑 我们知道刚才说到英镑 现在是31年的最低价 毫无疑问 这个价格是非常之难得 我也会从现在开始 关注一下英镑 那这个英镑 我们从目前来看 整体操作需要快进快出 一旦发现错误的话 要坚决的平仓走人 切记扛单 那么今天我们英镑 可以选择的操作的策略 可以在1.2983 说错 1.2893的价格挂单买入 如果你保守一些 再往上看 1.2916的价格挂单买入 空单 则可以选择在今天早上的 全天最低价 大约是在1.2810的价格 我们选择挂单买出 最后来说一下黄金 黄金价格呢 目前在日线图上 也是走出一个 1310附近 去了三次 又达到了一个三重底 同时它也是从7月初 到现在一条下压斜线 也没有得到突破 因此目前黄金走势 出现了一个旗形图 旗帜的旗 旗形图 那么如果这1310 关键的三重底 能够被守住 黄金将迎来一波大突破 大突破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长线呢 就看向下 1310能不能守住 向上 看1340能不能冲上 有效冲上 那么目前短期黄金 我们可以参考的价格呢 可以考虑呢 是在做多 在1316的价格挂单买入 那么空单呢 则选择在1308价格卖出 那最后投资者 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白天时间11点30分 澳洲已经发布了 他们最新的房屋审评数据 到了下午 这个12点30分 新西兰行长将会发表讲话 然后是两点半 澳洲央行发布最新利率决议 出来的数据呢 继续保持在1.5%不变 最后一条呢 就是晚上7点30分 英国会发布 他们的建筑业PMI 所以从现在开始到晚上 只有英国一条重要消息 会影响到英镑 那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